如果这个阳性感染者 他是一个我们讲叫严格静态管理的对象 也就是他是在一个严密管控的范围之内 他成为一个阳性感染者的 那么我们判定密接的时候呢 是把和这个人这个阳性感染者 共同生活的人判定为密接 而跟这个阳性感染者同楼层和上下楼层的居民 是判定为次密接 但是如果这个阳性感染者 他不是这个他的这个居住条件 我们刚才是讲指他的这个居住条件比较比较好 他是独用除位的 那么如果这个阳性感染者 他居住条件不是独用的除位 他是公用除位 使用公共厕所 那么我们在判定这个密接接触者的时候呢 除了把与他共同生活的人 要判定为密接之外 那么跟他同楼层的 这个或者是同村宅的 在农村地区呢 是同村宅的这个平凡接触的对象 有共同生活通过共同生活工作 学习有接触的对象呢 我们是判定为这个密切接触者 那么与之同楼洞的或者是同村宅的其他的居民 我们是判定为这个次密接 也就是密切接触者的接触者 但是呢 这个只是一个判定的标准和原则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啊 还是要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 和风险评估的结果 进行综合的研判 绝不能搞一刀切 搞简单化 谢谢师傅 打赏支持你 要试你 可以